慈禧死后有多惨 一名士兵壮了胆子 把手伸进去 死命地抠出一颗珠子 下一秒 鹅蛋般大小的夜明珠 照亮了整间牧师 而就在不久前 老佛爷下葬时沉重的光果 开始渗出腥红色的液体 一路臭起熏天 枪的老百姓直捂鼻子 甚至不远处 还挂来几股妖风 那么问题来了 为何此前享尽荣华的老佛爷 会臭起熏天 令人作呕呢 那摊神秘的红色液体 究竟是什么 保持住你的好奇心 接下来我们一起探究 慈禧墓背后的秘密 公元1908年11月15日 下午2点 一代老佛爷慈禧 在紫禁城永远闭上了眼睛 纵观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 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年轻时 卫背忍轻 靠着隐忍心狠手辣 一点点坐上高位 直到后来 把持文武垂帘听证 将整个大清国玩弄于鼓掌之中 在他面前 小皇帝都要忍气吞声 一口一个亲爸爸的叫着 为了给自己过大寿 他居然拿着北洋水师 购战舰的钱 去大北沿袭装点门面 什么圆明园 满汉全席 不仅要寄精四作 还要独一无二 以至于那银子画得个流水似的 不料寿宴刚一开锣 八个联军就打过来了 而慈禧呢 居然喊出了宁与外邦 不与家奴的混账话 甚至在面对虎视眈眈的日本人时 还叫嚣着 只要对方打不进北京城 就不要耽误自己过大寿这种风化 结果呢 失去了弹药补给的北洋舰队 在威海卫被日本海军一锅盾 清朝也在 老百姓的唾骂声中走向了灭亡 与此同时 有关慈禧墓的消息 开始传遍街头巷尾 据说他下葬当日 仅玉石珠宝就不计其数 惊气翡翠更是堆满了牧师 就在大家传得沸沸扬扬之时 轰弄一声巨响 东陵大盗孙建英 带着自己的部下 炸开了慈禧墓 就在开关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没想到 墓中的陪葬品 远比老百姓想的还要神奇 一名士兵壮了胆子 把手伸进慈禧的嘴里 忐忑中他死命地掏出了一枚珠子 下一刻 整个牧师都被照亮了 众人望着这款鹅蛋般大小的宝贝 一个个全都露出了贪婪之色 在这里 钱堆的满地都是 珠宝黄金玉石得用布器去装 至于满地的丝绸锦衣 更是随处乱丢 连做摸脚步的资格都没有 由于没有足够的火把 几个士兵索性捡起一段仇子 或者上面的金线点了起来 下一秒 牧师的景象令所有人倒下了一口冷气 一排排的陶瓷翡翠 成吨的陪葬品 就那么躺在角落里 正中央一口散发的金光的光果 煞是醒目 走近一看 居然是传说中的金丝楠目 由于刷了七七四十九道油气 表面溜光溢彩 呈现出五色斑斓 怀着忐忑的心 众人迫不及待地撬开了棺盖 下一秒 一具鲜活的尸身 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她皮肤细腻表情安详 周围堆着数不清的宝贝 鹅卵大的珍珠 晶莹的玛瑙 流光的翡翠 铺了足足有三十寸厚 女尸身上 穿着金线织旧的彩袍 头顶放着一枚 玉石打造的凤冠 华柜间 透露着一股说不出的威仪 最令人感到惊悚的是 她的皮肤纤细如玉 温软如枝 一点也没有死人的骷髅感 看得士兵们脸上不住的燥热 说话间 一个老兵游得壮的胆 就把手伸进了瓷血的嘴里 原来在众人滴滴咕咕时 他发现了老佛爷的嘴里 好像含着什么东西 掏出来一看 居然是一枚硕大的圆球 上面散发着诡异的光泽 看得士兵们都愣住了 鬼 有鬼呀你们看 忽然间人群中响起了一个恐怖的叫声 原来 棺谷中的慈禧 不知何时变了一副魔药 眼窝身陷皮肤军裂 仿佛一具埋葬了千年的骷髅 由于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变 几个胆小的士兵当场就尿裤子了 一个月后 当老佛爷墓被盗的消息 传入到溥仪的耳朵里时 他是又惊又气 但因为手无寸兵 只能派一群太监到青东陵给慈禧收拾 重新安排他下葬 起料这群太监刚一走进墓里 一个青面獠牙 浑身长满白毛的怪物 朝他们冲了过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老佛爷慈禧去哪了 这是中国考古界最离奇的一幕 那天几个太监来到慈禧牧室 就发现情况不对劲 原来平整的墙壁 不知何时出现了野兽留下的划痕 在棺果的附近 又发现了类似白色的毛发 就在大家一头雾水时 忽然间一头庞然大雾冲了过来 他长得青面獠牙 血盆大口 满身的刺又硬又尖 虽然听起来有些玄幻 但这的确是古人对慈禧牧的描述 就在孙殿英率人榨开老佛爷幕不久后 民间传出了一种奇特的说法 那日太监们看到的怪物 其实就是慈禧本人 只不过此刻的他早已变异了 由于不满自己被人盗墓 他的肚子里结出了一股怨气 久而久之 身体便长出了獠牙和白毛 当然了 这不过是神棍们捏造出来的故事罢了 所谓的变异 在今天的科学看来 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变化而已 在对慈禧牧进行重新勘探时 考古人员发现 由于地下暗潮 常年不见阳光 这里的物体极容易腐烂 而白毛就是发生霉变的标志 再加上哄抢中 慈禧的尸体被士兵们随意践踏 最后丢弃在角落里 这反而加剧了尸体的腐烂 于是一个月后 当溥仪派的人进入到慈禧牧时 眼前的老佛爷早就面目全非了 可问题又来了 如果慈禧下葬当日一切正常 那么光果中渗出的红色液体 又是什么呢 为了破解这一谜团 专家们找到了当日的记录 按照史料的说法 老佛爷驾崩后 那是举国悲痛 以至于送葬的队伍绵延数理不绝 由于排场太大 光是走完全程就耗费了五天时间 这期间 挑灯的宫女 宋经的和尚 台关的立士 警戒的侍卫 洋洋洒洒多达万人 再加上天气炎热 空气无法流通 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刺鼻的汗臭 以至于路过人群时 围观的百姓纷纷厌恶的捂住鼻子 至于那渗出的神秘液体 经过化验 原来是一种固然永存的香料罢了 由于慈禧死后一年多才下脏 为了防止尸体腐烂 宫内的御医们便秘密调制了一种香料 和各种仿佛药材混合在一起 倒入官业中 以起到固然永生的效果 只不过由于外表呈香红色 在颠簸中不慎露了出来 老百姓看到后 误以为慈禧被天打雷劈 浑身堂血 于是便有了后来的诸多流言 事到如今 一切都水落石出了 慈禧一生精致力己 为了个人利益 能治天下百姓于不顾 为了享乐 四处刮民脂民膏 到头来 却落得个伸手易出 多灾多难的下场 对此 您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